爸爸的重要的衬衫呢 我回来了 这是什么 这件衬衫怎么样 很适合我吧 很适合 一点不像平常的爸爸 很适合 太好了 是吗 谢谢了 好 给我等一下 什么 什么 好 可以了 爸爸感觉很恶心 不会了 总比车身弄糟了好 也对 袖子也要卷起来才对 不好了 已经这个时间了 陈仙不要弄脏了 总觉得好难吃得下 真好 这小子这么自由 抱歉了 没时间了 我要走了 请问记得 中餐呢 肉炸跟咖喱乌龙面 你是绝对不可以去吃的 知道了啦 我不会去吃的 早安 早啊 吉他 偷 若不其事的 前辈 你懂了 那条领带是去年冰果大赛上赢的吧 不是那样了 那件衬衫该不会是那件名牌吧 是啊 虽然是便宜货 不 就算是在特价我也买不起啊 果然穿起来的感觉很舒服吧 还不错了 就是你看这边这个标志四次的 很不舒服啊 可是那就是那个名牌的商标啊 如果没有那个不就变成普通的衬衫了 对对对 说的也是啊 今天中午的咖喱乌龙面还是不要去吃比较好吧 不会啦 我是没什么关系 好吧 今天我们就不要去那里吃了 真是的 结果我还是来吃咖喱乌龙面了 你刚刚说的那番话到底算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进来吃吃看 听说这一间很好吃耶 好像是那样啊 不用排队就可以进来 简直就是奇迹的好运呢 让你久等了 好像很好吃 围巾啊 现在咖喱乌龙面店这么细心啊 带上那种东西 对一个男人来说有点 哦 前辈好可爱哦 真的 是吗 可是还是有点抗拒 你给我带上 这是命令 你又没有多大 你又没有多大 来了 老公 没事吧 早上没有弄脏吧 好了 向后转 向后转 简直就是想到 好像没有弄脏 看样子没事了 老公 老公 把你的左手 咖喱乌龙面明明吃得很安全啊 妈妈 我都知道了 吵死了 到我这边弄歪 跟平常穿的衬衫比起来 穿起来舒服多了吧 只是脖子这边的标签有点烦 刺刺的很不舒服 那我来请教他吧 瘦笨蛋 那么做的话 不就变成普通的衬衫了吗 爸爸 妈妈 你们两个好可怜 说什么鬼话 好了 还不快点去睡觉 简单要放回原来的地方 最近的确被这件衬衫刷得团团转 前一阵子 墙外面的酱汁还滴到了衬衫 差掉了 这样真是太好了 这样就不会被你太太发现了 你在大家的面前做了那么丢脸的事 你尿尿做大家不就会想 好恐怖的太太啊 叫怎么做人啊 丢脸的事 你在大家的面前做了那么丢脸的事 你尿尿做大家不就会想 便宜啊便宜啊便宜啊 七条八条不算什么 快点来买啊便宜便宜啊 哎呀 我看今天搞不好来不及了 最好取消定位啊 便宫便宫 请各位注意听广播 我说就在劝我不 还屁股道道的野人美羊正在等着你 这个还是让我们找到了 都是我的功劳 是啊 谢谢你害我在大家面前出丑 好了 我们快走吧 这边 看起来好像有点贵 老婆 这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你忘了吗 我刚刚领到奖金呢 对啊 说的也是 一点都没错 好 好久都没有吃河豚了 去大吃一顿吧 欢迎光临 好欢迎 我有定过位子 我是野员 您就是刚才打电话来的野员先生 欢迎欢迎这边请 河先生 河豚又不是姓河 开玩笑吗 紧张什么 爸爸真是可爱 小心 老公 您请上座 我来吃河豚 不然觉得跟皇上一样 我也觉得我像小王子 妖魂 快去准备河豚给我端上来 立刻把河豚送上来 你这是一语三观吗 对啊 一点也不好笑 真对不起 欢迎光临 小姐 今天我们是因为爸爸发年重奖金 所以难得奢侈一下出来吃河豚 我是第一次吃 至于我妈妈已经要五年都没有吃了 我爸爸也是两年前报公帐才能吃过一次 用不着说的这么详细 我们有松竹梅三种套餐 请问要吃哪一种 我看光吃河豚就够了吧 不过难得领到奖金嘛 不过难得领到奖金嘛